富人的世界里边 他们不讲感情 他们只讲价值 他们超级的务实 你知道吧 你一起去讨好别人 参加一些无聊的社交 和无效的社交 不如去提升自己的价值 就是一个人要清醒 就是你的位置比别人高 那你不要去贬低 比你位置低的人 位置比你低的人 他的自尊心很强 要去尊重比你位置低的人 不要傲慢 傲慢就会产生偏见 偏见就会走错路 很多大企业 为什么被小企业超越 就是因为傲慢 看不到 看不懂 看不起 最后被别人超越了 大企业就是这样子 还有一些在某些领域 取得很成功的人 他往往就是因为傲慢 错过了一个机会 或者走错了路 所以当你成功的时候 不要傲慢 要克服傲慢 那么对位置比你低的人 要尊重 要保护位置比你低的人的 自尊心 对他们好 我们很多人都反了 你知道吗 对自己身边的人不好 对自己的员工不好 对自己的客户不好 然后花各种心思和精力 然后去讨好 比你位置高的人 我告诉你 在他们的世界 你那些讨好的动作 极其的幼稚 在富人的世界里边 没有感情 大多数的富人 看你们看到的只是价值 你对他有没有价值 所以在商业的世界 不要怕别人利用你 别人利用你 说明你有价值 最经常我都开玩笑 我说我是个工具人 工具人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说明我有价值 对吧 我对平台有价值 我对用户有价值 我对我的伙伴们有价值 所以不要去花时间 去讨好比你位置高的人 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价值 为别人创造价值 别人自然就会给到你价值 所以以其参加一些 无聊的社交和无效的社交 不如去提升自己